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 When I woke up the next morning, I felt excited and ran to the mirror 一开始这个句子给了我们一个连接词 when 那when我们知道在中文我们翻成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在这边它引导一个时间复词指句 用来修饰后面这整个句子 好它说呢 When I woke up the next morning 我们先看这个字woke woke这个字是过去式 好它呢 现在是呢 圆形动词呢 英文念成wake 它的动词三态是属于不规则动词的变化 wake, woke, waken 那它还有另外一组是wake, waked, waked 但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呢 还是这一组 那wake这个字呢 英文呢 我们念成唤醒或叫醒 那如果我们在后面加上一个副词up的时候 我们中文可以翻成醒来 或者是唤醒某个人 那wake up这个片语呢 它本身也可以把后面的售词拿到wake跟up之间 例如说wake me up 或者是wake up your father, wake up your sister 这个都可以用的 好所以它说呢 当我呢 醒过来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the next morning the next morning 指的就是隔天的早上 好当我隔天早上 醒过来的时候呢 I felt excited 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因为是高一的新鲜人 今天呢 第一天要去见到新老师 新同学 所以感到非常的兴奋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法 这是属于我们国中 常常见到的一个用法 就是feel 后面要加上 所谓的pp过去分词 那这过去分词呢 通常用的 我们中文呢 都把它叫做一种特殊的动词 这种特殊的动词 我们中文把它叫做情绪动词 那像这一类的情绪动词呢 我们这边最常看到的就是excite 就是使什么什么感到兴奋 叫做excite 好 例如说confuse 例如说interest 还有所谓的bore 像这一类的跟情绪有关的 我们中文呢 就叫做情绪动词 那当情绪动词的主词是人的时候 各位别忘了 我们后面的情绪动词呢 要把它又改成为过去分词表被动 那为什么情绪动词是被动的呢 因为我们一个人的情绪 通常是因为外在而引起的 你不会坐在那边 突然间觉得很兴奋吧 应该是看到什么 让你感觉很兴奋的东西 你才会感到兴奋 你总不会坐在那边 莫名其妙就感到非常的迷惑 应该是想到某一件外在的事情 才会让你感到困惑 所以人的情绪都是属于被动的 那既然是被动的 当我们用feel主词是人的时候 我们动词用感到的时候 别忘了后面的动词 我们用过去分词表被动 好 所以当我隔天早上醒过来时 我感到很兴奋 and rain to the mirror rain这个字 同学应该很熟 就是跑 跑到哪里去呢 要去出门之前 要整理自己的仪容 整理自己的仪容 要先照镜子 所以mirror这个字 我们中文翻成镜子 英文念成mirror 接下来他说 I saw my reflection and let out cry oh my god how could this happen 我们看看这一句 I saw C的过去是 我看到了我自己的reflection 我们来看看这个英文字 reflection这个字呢 我们看一下音节re 一个音节我们念成re flect一个音节 shun 它是一个名词的字为reflection 所以整个字 中音节落在第二个 这个字我们念成reflection 那reflection这个字呢 原本的意思叫做反射 或者是回想 它呢也可以当作导引 或者是印象 在这边呢 我们当作导引 当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呢 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 那个就是一个reflection 好 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样子 and let out cry 好 我们看看这个片语 这个片语的英文念成let out 两个字 它的意思呢 指的是发出 通常后面指的是尖叫声 喊叫声等等 我们英文念成let out I let out的什么呢 a cry 好 cry这个字 国中学过了 英文呢 当作动词的时候 叫做哭 或者是哭叫 但是这边呢 指的是一个名词 叫做叫喊 各位看到没有 它前面呢 多了一个不定贯词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cry一定是当作名词 因为只有名词 前面才会放这贯词 好 所以呢 我就大声的叫了一声 Oh my god 我的老天啊 How could this happen 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呢 好 这边 happen 指的就是发生的意思 happen 好 那这个发生这个字呢 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 蛮常用的片语 叫做take place 它的意思 也是发生 我的天啊 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到底是什么事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there was a huge rat zied right on the tip of my nose 好 我们看一下 一开始就一个蛮重要的片语 就是there 再加上b动词 通常我们在后面呢 加上名词 它的意思就是有 什么什么什么 好 所以there was 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过去 所以它用的是过去式 有一颗什么呢 又大又红的 a huge 那我们看这个字 英文念成huge 它的意思呢 就是巨大的 那当然我们比较常见的 叫做big 好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很常见的 我们可以用enormous 也可以的 它也是巨大的意思 好 它说了 有一个巨大的又红的青春痘 right on the tip of my nose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英文呢 念成right 那right这个字呢 它其实可以当作右边 但是如果当作副词的时候 我们说呢 当作形容词 它的意思是右边的 也可以当作对的 但是呢 在这边呢 它可以当作副词 向右底 或者是马上 它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很常用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用法 它的意思 指的就是正好 或者是不偏不倚地 英文也是念成right 所以说呢 有一颗又大又红的青春痘 jew在什么呢 on the tip of my nose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三个字母 英文念成tip 这个字的意思有很多 在这边当作尖端 注意哦 它也可以当作小费 或者是比如说 你喜欢 我同学篮球打得很厉害 他很会打篮球 所以呢 他给你呢 一些什么 打篮球上面的一些诀窍 秘诀 英文也叫做tip 好 所以呢 on the tip of 那我们看看这个片语 on the tip of 它的意思中文 就把它翻成 在什么什么间上 英文呢 我们就把它念成on the tip of 结果呢 这位女同学呢 在她的一大早 很兴奋的要去学校之前呢 照镜子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呢 她的鼻尖上面呢 冒出了一颗又大又红的青春痘 这下子怎么得了呢 好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一段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